面對警方問話兩人支支吾吾 刀是誰的也在推脫 出門還隨身攜帶長長的開山刀 該不會正要準備去火拚 最後還是不承認到底是誰的刀 通通先帶回警局再說 事情就發生在2號晚間的基隆廟口 警方接獲報案有一群黑衣人在廟口聚集 還似乎爆發口叫 就怕演變蟹豆立刻呼叫 快打部隊到場 雖然第一時間人權跑光 警方覺得可疑就在餐廳附近巡邏盤查 發現一名機車騎士行蹟詭異 立刻攔了下來車廂內竟藏著開山刀 原來他們是朋友 懷疑女友跟別人跑了 雙方相約要來談判 兩人是被叫來助陣 聲稱只是幫忙助陣 但朋友的感情糾紛 林姓和胡姓男子很講義氣 一口答應就來到現場 只是帶了一把這樣的開山刀光看都嚇人 幸好雙方沒有發生衝突 就立刻被警方攔下 TVBS新聞劉欣奎 喬尾剛基隆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